嗨 大家好 我是美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組在家裡就可以有效鍛鍊上半身的居家25分鐘運動 那在這整套訓練那裡 你會需要一對壓力 所以如果沒有壓力的話 你可以用比較重的水魚 或者是書本來取代 對 那我們不僅會針對我們的胸肩 我們還會練到我們的二三頭手臂 以及加強核心腹肌的部分 如果你準備好的話 就跟著我開始吧 那在這25分鐘的運動中呢 會有1分鐘的暖身 以及24分鐘的上半身 以及核心的鍛鍊 準備開始跟著我進行一些熱身吧 首先我們輕鬆的左右踏步 並搭配手臂繞圈的動作 完整的活動我們的肩關節 因為待會會有一系列的負重動作喔 因為待會會有一系列的負重動作喔 你可以逆時針的滑圈 那腳步的話只要輕鬆踏步就可以囉 你可以逆時針的滑圈 你可以逆時針的滑圈 下一個動作 我們搭配一些闊胸 我們的手臂從前方 左右的橫移 重複這個動作 慢慢的讓你的情緒跟身體 都準備好迎接今天的挑戰 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停留在站姿 我們停留在站姿 讓我們的手臂往上往下 使肩關節達到旋轉 完整的暖身 兩個手也可以像是做肩推一樣 往上再往下 很好 那我們等暖身結束囉 使起我們手邊的啞鈴 第一個動作是啞鈴的背部划船 那我們是踩反向的握姿 從下方垂直的拉到腹部之處 停頓一下 接著慢慢的下降 那我們上台的時候 肩關節可以收縮 擴背肌夾 停留一下 控制住我們的腹重 讓它慢慢的下降 加油我們還有十秒 那我們的身體不要晃動 一直維持在同一個高度喔 好的 休息二十秒的時間 下一個動作我們只需要拿起一個啞鈴 我們要做單手的肩推 單手拿啞鈴從肩膀之處直接向上的推起 舉至頭頂的上方 那另外一手水平式的伸出 讓我們的身體保持平衡 要注意的是身體盡可能的不要晃動 將我們的專注力放在肩關節 下來的時候 吸氣 推起的時候 通過困難點 吐氣 那我們直接不休息 換手進行 下來的時候可以稍微的慢一點 推起的時候 實力 加油 剩下最後的十秒 休息二十秒的時間 休息二十秒的時間 下一個動作會需要兩個啞鈴 進行的是阿諾式的肩推 首先我們先將手掌面向自己 雙手自然的抬起 確定自己的核心有出力後 向外並向上順順的推起啞鈴 一樣推起的時候用嘴巴來吐氣 那這個動作會建議使用較輕的重量 可以同時刺激我們的三腳肌前術以及中術 現在我做得好 現在我做得好 我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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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起時盡可能將我們的雙手伸直 再慢慢地下 最後五秒了 最後五秒了 下一個動作我們需要一個啞鈴 所以可以把另外一個啞鈴放在瑜伽墊上 我們兩手先向前方直直地抬起 並做一個扭伸的動作 往右扭伸接著下降再往左 扭伸的時候用我們的核心腹肌來控制 只有手部有做扭動的動作 身體並沒有轉動喔 像前舉的時候會運用到我們的三腳肌的前術 也就是肩膀前側 稍微休息一下 這個組合的最後一個動作 是二頭的彎舉 那我們要做的變化形式 已有二分之一的二頭彎舉 先做完整的一下 接著再做二分之一下 我們在半空中慢慢地下 一樣保持我們的上臂是貼著我們的身體 不要讓它有過度的晃動 集中二頭的力氣 將重量抬起 最後的五秒了 休息三十秒的時間 待會我們會重複地進行一次一樣的組合喔 稍微的擦個汗 第一個動作 我們會從反向的划船開始 當我們的啞鈴從下方垂直著上拉的時候 擴背肌要稍微的夾 停留在最上方 移到兩秒慢慢地下降 是最有感的 剩下最後五秒 剩下最後五秒 準備好進行單手的肩推 你可以從右邊開始 或者也可以從左邊開始 喉捷 笑 rural 一喉猫 猶嘴 能練 A 很好 直接換邊進行 注意我們的身體核心都是保持穩定的狀態 不要刻意的拱旗 將你的腹部稍微的收回去 一時放在肩關節 最後3 2 1 下一個動作直接來到阿諾式的肩推 如果你還不熟悉這個動作的話 也可以做一般的肩推就可以囉 那它的要點是一開始我們的手掌會朝向自己 所以肩關節會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順時將我們的啞鈴帶上 推起的時候吐氣 控制慢慢的下 肩膀開始非常的有感覺 加油你可以的 剩下最後5秒了 I feel like a sullenita somewhere on a honeymoon in Mexico If I spend too long make a DIY vacation make it DIY vacation call it DIY holiday And the warmin up your heart with a text postcard Shay wrong nothing else to do 接下來是啞鈴的前舉 再加左右扭伸的動作 那在扭伸的時候 不用做很誇張的旋轉 只要稍微的扭動一下身體 讓你的側腹肌 微微的有感覺到 並快速的抓回到中心 對肩膀前側跟腹肌是非常有感的 最後三、二、一 準備好兩個啞鈴 已有二分之一的二頭彎曲 來吧 換你強壯的二頭肌 完整地抬起 停在半空中 身體保持穩定不要晃動 倒數5秒了 3 2 1 休息一下 30秒的休息時間 你可以喝口水 擦喝汗 你已經完成今天試練的50%囉 下一個組合我們會從跪姿的伏地挺身開始 因此把你的啞鈴先放到旁邊 讓我們的身體背部 腹部跟腿部 都是一直線的往下 讓我們的胸部盡量的靠近地板 並數4秒下 1 2 3 4 起 很好 推起的時候盡可能多意識到胸肌 再一個 稍微喘息20秒的時間 拿起我們兩個啞鈴 我們來到臥躺的動作 先做一個臀橋 直著將我們的啞鈴 從胸部的兩側 推起 這個動作會鍛鍊到我們的下胸 以及部分的臀肌 屁股一直維持在上方 推起的時候 感受到下胸的運用 那要注意如果你的腹部太拱的話 稍微的壓下來 讓你的胸到腿之間是呈現一直線的 最後3秒2 1 很好 接著我們會需要一個啞鈴 先呈現跪姿的預備動作 那我們的單隻啞鈴呢 會從寬部直接上抬到對象的肩膀前側 我們的視線都是直視著前方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鍛鍊到我們的肩膀前側 以及側腹肌群 那手臂的話可以保持微微的彎 但是不要太刻意的彎曲 盡可能的打直 盡可能的打直 旁邊休息 直接換到另外一邊 那很多人會用身體的擺檔 來帶起啞鈴 那請注意也不要過度的晃動 讓我們的身體就是保持穩定的喔 加油 下一個動作手拿一個啞鈴 一樣維持在跪姿 我們要做的是三頭的屈伸 我們的上臂都是保持垂直固定的 將啞鈴慢慢的從頭頂後方下降 並使用我們三頭級 也就是手臂後側掰掰肉的肌群 將我們的啞鈴 舉至頭頂上方 稍微的停頓 並控制慢慢的下降 再最後3 2 1 非常好 休息30秒的時間 待會這個組合還要再進行一次喔 希望你可以跟我堅持到最後 不要在這一刻放棄啊 第1個動作還記得嗎 跪姿的伏地挺身 4秒下 這個動作我們不求快 慢慢的下降 推起的時候要吐氣 運用到我們的胸肌 以及部分的後三角 手臂後側 剩下最後的10秒 你還可以再做3個 休息一會兒 直接手拿兩個啞鈴 來到臥膛的動作 啞鈴的喬事雙推 整個身體維持在喬事的動作 啞鈴緩緩的下降 使用下胸的力氣 將啞鈴垂直的舉起 舉起的時候 多意識到我們的胸肌 並下降的時候 微微的開胸 最後的10秒了 多方便 非常棒 準備好一個啞鈴 踩跪姿的姿勢 带有力量有气势的 将你的哑铃举起 往对象的前方 由于刚刚已经练了一系列的肩膀动作 你应该会觉得肩膀和腹肌非常的有感 直接换变进行 剩下最后的十秒 三二一 很棒 这个组合的最后一个动作 哑铃的三头屈身 你可以踩柜子 也可以踩站姿 看你个人的习惯 我们的上臂一样保持的稳定 不要前后的晃动 将哑铃举起的时候 多感觉到我们的三头肌 加油 你还有15秒 三二一 三十秒的休息时间 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会结合一些核心的动作来练习 首先第一个动作是 哑铃的平板背部划船 呈现一个平板的姿势 将哑铃从下方拉起至腹部处 使用单边的阔背肌 并让身体保持稳定 骨盆不要刻意的歪斜 拉起四下之后 马上换边 我们下期见 下一個動作,我們會把俄羅斯轉體結合肩推的動作 因此來到我們的瑜伽墊上 兩手握一個啞鈴 做一個扭轉之後 啞鈴來到我們的胸前方,直接的向上推起吐氣 左右的扭轉 這個動作不僅鍛鍊到我們的核心 還有我們的胸肩膀前側 給我一點power 你還有最後的12秒 快結束了 接著把我們的啞鈴都放在一邊 下一個動作來到熊市的平板支撐 那和一般的平板支撐不太一樣的是 我們的腿部是彎曲的 因此大小腿大約是成90度角 讓膝蓋是離地的狀態 背部像桌子一樣的平坎 停在這邊 還有20秒的時間 倒數10秒 倒數10秒 3 2 1 我們直接不休息 挑戰一下自己 用手來觸碰我們對邊腳的膝蓋 身體會覺得晃動 非常有挑戰度 是很正常的 加油 盡可能的做 最後5秒 4 3 2 1 直接不休息 我們來個高平板 直接將屁股向上的推高 接著我們的兩腳順勢地往前跳躍 收縮核心 往返這個動作 推高的時候讓背部延伸 肚子收 最後的5秒了 4 3 2 1 休息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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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